健身產業受到疫情的衝擊 光是今年大小型的健身房 就倒了近五成 不過隨著主力客群20到50歲 疫苗覆蓋率逐漸提升 健身房人潮也逐漸回流 業者趁著五倍券 動資券的熱潮重新開幕 開心分店推出優惠活動 來吸引顧客上門 另外也有醫院看診解封後的減重潮 引進了增肌設備 透過醫療輔助讓民眾躺著就能減脂 健身房重新開幕 正好搭上五倍券 動資券方案 吸引人潮回流 比照去年的模式好像還不錯 就是對於我們喜歡運動的人 可以去買一些這些相關的東西 因為開放的這樣 所以還是會想要回來健身房運動 健身產業受疫情衝擊 光是今年5月到9月之間 大小型健身房倒了近五成 不過隨著主力客群20到50歲 青少年族群 疫苗覆蓋率逐漸提升 健身房終於看到曙光 像是這間新北市中和景安路上的健身房 近期重新開幕 把團客教室頻數增大 無視頻變100頻 學員上課保持1.5公尺距離 另外也增加清潔人力 預測半小時就清潔一次 入會使用消費證明跟動資券的話 我們就每天送一個月的課程跟匯集 另一家連鎖健身房也選在疫情趨緩後插旗捷運南京復興站 10月6號開幕還推打疫苗送會籍活動 只要出示接種疫苗證明 打一劑送一個月會籍 打兩劑贈送兩個月 也有醫院看準解封後 減重潮 引進增肌設備透過醫療輔助增肌減脂更有效率 有一些產後的媽媽 因為懷孕的關係 讓腹部長大造成父子肌的一些撕裂鬆弛 來院所尋求這樣的協助的顧客其實蠻多的 後疫情時代健身商機谷底反彈 人潮回流更要謹慎落實防疫 記者藏報導